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片片合一 重新还原 当拼图走进电子世界 它却常常很难让人满意 失去了手指模式碎片边缘那颗的粗糙感 我们很难用鼠标的冰冷 去换回最后一片拼图归位时的喜悦 正如破碎的玻璃无法拼组一般 不是每种方式都能让拼字用它最美的语言 诉说我们新海边荡漾的那朵浪花 然而当拼图电子玻璃交织在一起 组成玻璃舞会2幻象中一幅幅独树一帜 怪奇又不失梦幻的图画石 不用质疑它们成功了 作为一款拼图游戏 玻璃舞会2采用了圆形画框的形式 需要我们拿出一片片碎片 把它们拼到合适的位置上 与我们平日里的拼图不太一样的是 游戏中拼图碎片如高处跌落的玻璃一般 杂乱且形状各异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这些碎片是会360度旋转的 在你拿出之前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这块拼图将如何转动 所以我们很难一研究 根据形状判断空缺处 是否该填入某张图 也正因如此 整个游戏过程充满了挑战性 我们必须完全专注 仔细观察每一块图 与每一个缝隙 方能最终契合 拼图的图画采用了 中世纪西方教堂玻璃的风格 颜色斑驳陆离 变化多样 在若隐若现中 体现着游戏梦境的主题 大部分图像用着棕色 紫色等偏暗的色调 搭配着小丑 蝙蝠 触手 眼睛等诡异的元素 让梦中的克苏鲁气息 越发明裂 当然图像的规律与华美 更是大大的加大了游戏难度 毕竟颜色太过复杂 就很难辨认拼图间的位置关系 这也使得游戏较高的门槛 挡住了一大部分休闲玩家 要是你抱着 我就想休息时间快乐的 抑制一下的想法 那这款游戏 恐怕就会让你失望了 游戏制作商 可是冲着开你的炉的目标去的呀 所以难度的设置呢 是这款游戏的一个特点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论点 普通难度的关卡 玩家需要十多分钟才能完成 困难难度的关卡 可能需要二十分钟 甚至更长的时间 而且这款游戏毫无提示 这让很多玩家大呼无法接受 但这也给了那些 愿意挑战自己的玩家机会 倒一杯茶 认真地坐在电脑旁 拼接每一片碎片 相信我 当拼图完成的那一刻 激动与欢喜之情会伴着茶香 明刻在这个无所事事 却又大获全胜的下午 如果说图画是拼图的灵魂 那么《玻璃舞会》二里加入的剧情元素 则是画龙点睛之笔 剧情讲述了一个困于梦境中的小姑娘 通过探索谜题完成拼图 从而解开困境逃离梦境 游戏只交代了开头和结尾 中间很多地方采用了大片留白的方式 在美关结束时 仅仅给予你一个鸡汤不似鸡汤 哲理不似哲理 如克苏鲁图像一般的诡异的花 一千个人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朦胧 英语 恍惚的背景音乐之间 每个人心中的剧情都会是不同的 我们常常把游戏作为发泄或放松的途径 很遗憾的是 《玻璃舞会》二既无法合理发泄 也并未让你轻轻松松过关 甚至还能在本该休闲愉快的时间里 给你添堵 但倘若将它作为一部无可挑剔 充满韵味的艺术品 《玻璃舞会》二会用奇美动人的图画 光影胶织的碎片告诉你 电子拼图一样可以成为收藏品 细细品味 真爱永藏 喜欢我们的节目 还请点赞 投币收藏 素质三连 如果你对栏目后续发展 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也可以通过评论或者私信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我